魔镜因游 阿南 如是十种缠纳陷阱 皆是想因用心交互 固献私事 你则成害 众生玩迷 不自存量 逢此一元 你不自食 为言登圣 大望与成 堕无监狱 劝戒保护 如等必须将如来语 与我灭后 传世莫法 便令众生开悟思议 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保持富户 成物上道 愣言经 前面十种在止观当中所现的魔镜 都是修止观中的一种用心交互 我们内心正念 真如跟我们无始结想因 我们的颠倒妄想 两个一接触的时候 真忘交功 就把我们过生一些的颠倒妄想逼出来 说穿了 还是我们过去有这个种子 在止观当中被逼出来 逼出来的过程当中 假设我们产生迷惑颠倒 而不能够自我反省 自我回光返照 就会产生大妄语 以为自己成就圣道 就胡作非为 最后堕无间地狱 佛陀劝勉我们 必须将如来的真实之语 将这十种的魔镜 在末法当中传示给修行者 使令大家能够开悟了知这个道理 使令天魔不得其变 保护修行人的大成善根 而成就无上道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知道 我们要远离魔镜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靠自己 靠你自己的自我绝招的功夫 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过去去联姻寺 我发觉一个现象 很多人亲近颤工师傅都会知道 颤工师傅对于一个初学者 打坐太久 他非常不满意 不太高兴 你在念佛堂你坐太久 他叫你起来拜佛 这是有道理的 你自己的绝招功夫不够 你在心地上一直用功 用功不是不好 但是你真忘教功的时候 你显现很多的问题 你有办法处理吗 可能你连想处理都不想处理 那这样糟糕了 他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 你才能长时间地修学 你绝招的功夫要够 自我绝招 因为魔镜现前的时候 你靠谁都没有办法 五音主人一迷乱 你什么都没有 一念方洞乌云遮 你看到的全部是乌云密布 你只有自我绝招才能救你 诸位你看 为什么魔镜正法时代不出现 相法时代也不出现 一定是在尽则久生 多者百世魔王才出现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善根浅薄 第一个去佛久远 思想错乱 外在环境又是离佛越来越远 第二 他本身善根浅薄 所以魔王能够得其方便 你看 为什么魔王不敢去侵害正法时代 相法时代 他根本不敢 因为侵害没有用 他们那些人自我反省的力量都很强 正知见善根都很强 我们在整个修行的障碍当中 你一定要保持不迷不取不动 尤其是不迷 你自我反省的力量要强 遇到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 别人就不了你 当然我们医治团体也是有好处 大众有他的正气 我们有结界 有护法神 然后你持愣言咒 大悲咒 念佛 仰仗佛力加倍都有帮助 但最重要的是要你主人不迷 最重要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自己不能迷惑不知 我们修行人 你偶尔起起烦恼 乱不了 但是你要起很大的颠倒 我讲实在话 谁也就不了你 你一个人要跳火坑 佛在你身边都没有用 我们是自己伤害自己 魔王是把火坑挖出来 你自己跳的吗 你不跳谁有办法 魔王不可能把你推进去 不可能的是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造作恶业 魔王是诱惑你 是你自己要做的 关键点还是我们自己主人迷乱 为什么主人迷乱呢 修止观的过程当中 你解门的观照比较松懈 妙境长老在讲止观的时候一再强调 说 修止观的人每一天要读经半个小时 或者听经半个小时 我们在修止观之前 你基本上已经有证件 但是诸位要知道 证件是会退转的 你要不长时间的熏悉 只是在行门定课用功 时间久了以后 就有这个问题 贪神通想 贪宿命想 贪静命想 你这样想的时候 旁边又没有同参道友提醒你 又没有看经典 没有镜子来回光返照 如人自照镜 那你就这样陷下去 到最后整个前功尽弃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解形病重 这一点很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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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